大家好,今天這條影片是想教大家 如何使用Vcast Receiver 作投屏的工作 首先回到首頁 在首頁上我們可以找回Vcast Receiver這個 App 打開它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個六位數的密碼 這個密碼不是代表所有裝置都用這個密碼去投屏 如果你是用一些Apple的產品 用AirPlay投屏的話 其實你是需要另外用一個AirPlay密碼 AirPlay密碼在哪裡 大家可以用你的iPad、iPhone、MacBook 用AirPlay 然後選擇這個裝置的名稱 等一會它就會自動產生一個AirPlay密碼 7994 在你的裝置上進入這個密碼 等一會它成功配對之後 你的iPad畫面就可以像我這樣 成功投射上去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各位用家 可以順利使用AirPlay 去做一個無線的投屏 我們的AirPlay是支援原生AirPlay的功能 即是我需要播放一些影片 或者播放一些相片的時候 它會自動變成一個全螢幕的模式 不需要用家特意去做什麼設定 才可以轉入這個全螢幕使用 接下來會繼續講解一下 怎樣去用我們的Apps VCart Sender 去做一個投屏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接下來的畫面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VCart Sender App的介面 那你會見到有六個格子 就讓你進入六個數目字的編碼 那如果想準確點找回你 現在用的那塊Fillboard的話 可以在右下角的設備列表那裡按一下 然後它就會顯示了 你現在網絡下面有哪幾部機 只需要擺回你想連線的Fillboard 然後進入六位數的密碼 那很快你就可以看到 已經成功配對到你的Fillboard那裡了 VCart Sender這個App 除了可以接收畫面 又或者是支援其他平台的裝置 去做投屏之外 它也支援Reverse Control的功能 即是反向操控 那我現在是可以透過iPad去控制我的Fillboard 那如果同樣地用電腦去使用VCart Sender的Software 去做投屏或者是接收畫面的話 都可以做到反向操控的 即是說你可以在Fillboard那裡 利用無線的連接 然後控制你電腦的畫面 又或者你在電腦那裡 接收Fillboard的畫面 去控制Fillboard都可以的 好 那VCart Receiver的教學就來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歡迎向我們提出查詢 多謝